你怎么会有的 你怎么会有的 唐大队长 那个川埋的招了没有 那小子 真是世上少有的硬骨头 我是十八板五硬 全用上了 我是一点办法都没了 我看呀 要不然一枪崩了算了 这可不行啊 要向霍之川军下落 离了这个活口不行呢 俺就是想告诉你 那个借川少将前天在葫芦口 被川军打了埋伏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野岛连队长已经下了死命令 要严密封锁消息 害怕传扬出去 丢了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脸 现在连队指挥部 已经乱了营了 这么说 我那些弟兄都没了 那还又好 说是只有一个泰君活着回来了 剩下的全死了 你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俺今早不是带人去指挥部 卫文泰君吗 正好碰见野岛在给上风打电话 汇报情况 他以为俺听不懂日本话 也就没避讳 看得出 他现在急如热锅上的蚂蚁 要派兵四处搜索和追杀川军的 你想想 这当口 你要是能撬开这个川门子的嘴 那岂不是在太军面前立了大功 可这小子 四处不怕开水烫 撬不开他的嘴呀 那就再想想法子嘛 怎么样 我们山东卤菜的滋味如何呀 我们山东卤菜还是差一袋 比我们山东卤菜还是差一袋 张家美儿身得好 李家的美儿六条腰 行 你行 小子 你连我们司令的女人都敢睡 对 看来你是 看见女人就走不动道了 走到 既然这样 我帮你干嘛 让你以后 再也当不了男人 之后 快点儿 好 COP COP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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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他来了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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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我听听 我 我是全军四十五军独立一 在远屈服的部队 我们才屈服在外 不小心在里头的情况 我 我 我和几个兄弟 就活着在里头 在这 早这样不就得了 你放心 我们长大队长一言九鼎 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从今以后 你就跟着我们黄邪君 吃香的 喝辣的吧 看见黄军 再也不用像左老鼠一样 四处跑了 好 这样 你先歇会吧 我去准备笔录 今天的记者招待会 到此结束 散会 少团长 您留步 没有 少团长 您能不能把击毙日军少将的部队 驻扎地点告诉我们呀 我们想亲自去采访 您放心 我们的新闻稿里 绝对不会泄露任何军事机密 他们住在寒家寨 距离我们这儿很远 路上也不安全 我希望大家还是不要去 不行 我们一定要去 少团长您是不知道 这是我们半个多月以来 最大的一次收获了 我是想着呀 如果能把他们的英雄士气 宣扬出去 不仅对全军这样是十一个鼓励 而且对于一直支持全军作战的老百姓 也是梦大的鼓舞 这样吧 你们跟我回团部去 咱们电话采访怎么样 他们可是刚刚从鬼子手里 缴获了一部电台呀 那行吧 那我们跟您去 谢谢 好 走吧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走吧 请 报答他找 穿蛮子已经被我彻底拿下 就像竹筒稻豆子一样 全交代了 他着了 这是全部口供 太好了 他不会是在骗咱们吧 这小子现在 只要一听到老鼓动 就立马浑身打颤 相信是彻底屈服了 快呀 还等什么 还不赶紧向太军报告 好 走 谢谢你 谢谢你啊 大家推便坐 来来来来 大家推便坐 好 竹林 叫通了吗 团长 我一直联系 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回应 再试试 记者要采访他们 是 来 大家随便 到家 独立营 独立营 收到请讲 我是733团 独立营收到请讲 独立营收到请讲 我是733团 我是733团 收到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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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长您听 一直联系不上 他们那边电台一定出问题了 真不凑巧啊 他们也是刚刚搅和了鬼子电台 又没有专门的通讯兵 怕是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 那这样吧 那我们就跑一趟 这个战利新闻 我们必须拿到手 事不相瞒哪 曲服已经沦陷敌手 独立营又远在寒家寨 路上随时可能遭遇鬼子和黄蟹军 曾律长一再嘱咐我 一定要保护好你们记者团的安全 少团长 谢谢您对我们的保护 但是如果我们时时刻刻 处于您的保护之下 接触不到前线官兵的话 我们怎么可能完成采访任务 就是啊 就是啊 如果我们是贪生怕死的话 也就不会一路追随你们的足迹 来到山东战场了 要知道 你们在前线一血奋战 四川的老百姓日日夜夜都在惦记着你们 他们是多么希望能够通过广播还有报纸 知道你们胜利的消息 所以少团长 请你让我们去吧 这样吧 我就斗胆违抗一回军令 派警卫班送你们去 谢谢少团长 谢谢少团长 那我们马上就动身吧 马上 对啊 好 通知警卫班 好 是 很好 很好 直到出发了 寒浅寺宅被困移 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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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毁灭 是 陈爷导太军放心 我们黄歇军愿意请朝出动 配合黄军将川军独立营一网打击 还吃吗 黄晓队长 黄晓队长 好 那咱们出发吧 那咱们出发吧 催了啊 开赴寒家寨 围剿 川军独立 不要 已经进 谢谢 请进 你好 你是 我是四川青天记者团的记者 我听说你们连队击毙了一个鬼子少将 特意来采访的 原来是记者小姐啊 来 快坐 不用客气 我们独立营打了一场大声仗 是该好好宣传一下 就你一个人吗 我的其他同仁夏连队采访士兵了 我是特意来采访你们营长的 他不在吗 他去连连部了 你坐着 我去帮你找他 谢谢啊 爸 不客气 这撒鸡公道现在也下落不明 这儿这一连长的职务啊 你先帮忙代劳一下 我发现寒假寨不能久留 咱们得赶紧走 你又在动什么鬼点子 咱们击毙了一个鬼子少将 那等于是捅了马蜂窝啊 现在那鬼子还不是狗鸡跳墙了 万一让他们发现咱们凶多吉少 没准还会牵连到寒假寨的老百姓 那如今屈股已经被鬼子占了 如果离开了寒假寨 我们就成了无头的苍蝇了 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跟733团会合 你说呢 你说得轻巧 刚搅和了电台现在成了摆设 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呢 咱们派个侦察队去打探一下嘛 侦察队 已经出发了 出 去哪儿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那我派他们去找曹几公去了 你这不是胡闹吗 我已经派出一个班去找他了 怎么又派人呢 我怎么能就不能派呢 老子现在是侦察队长 我有这个权利你得听我的 曹几公是我的铁杆兄弟 我不能眼见着他 调队失踪 袖手旁观吧 他的命就是老子的命 林营长 林营长 有一个记者想见见你 记者 不是哪儿来的 说是四川青年记者团的 听说咱们打了胜仗 还击毙了一个鬼子少将 人家专门来采访你的 不是他们怎么知道的消息呢 会是少团长叫他们来的吧 这儿来得正好 走 去看看 走 快点 记者小姐 让您久等了 这是我们李营长 你们好好聊聊 我给你们倒水去 月军 得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糟了 这对二狗子 是朝寒家寨放下去的 给我看看 骚鸡宫 怎么当二狗子了 不会吧 要不然上前打探一下 怕晒不及了 这样 咱们朝小鹿 拿着 来 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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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镜 你去哪儿 臣 наши 咱们 凭兵 美新平 能够下落 老子我还得给你吃大气 大会长 快走 快走 快点 快 快 那天咱俩分开之后啊 我就被组织 秘密地送到了重庆 两个月前 组织上 为了鼓励所有民众对抗战的支持 表彰那些 在前线浴血分战战士的英雄士气 就让我负责 成立了四川青年记者团 在出川的路上 我还在想 要是咱俩可以在战场上重逢 那该是一件多浪漫的事啊 傻笑容 好 好了 我的大营长 开始工作了 来采访吧 不要跟我说为了一转 把我时间来来 亲了亲了 我说 什么呢 那个不行啊 我可是记者团的团长 不能空手而归的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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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怎么了你 是不是感冒了 怎么了 没事吧 叫什么呀 我怎么了 你要当爸爸了 什么东西啊 你要当爸爸了 真的假的 什么真的假的呀 你看 你等我 是大了一点啊 这么大事你不跟我早说 你吓死我了 老子里的蜜要当爸爸了 来来来 我的月薰嘞 对了 你们独立营怎么会有个女兵呢 问你话呢 问什么呀 你们独立营怎么会有个女兵呢 什么 怎么会有个女兵 方琪啊 那是山西人 他们家全家都让鬼子给杀了 自己呢 也被鬼子给糟蹋了 挺惨的 后来正好我们赶死队赶到救了他 那非要跟着我们一起杀鬼子替老乡报仇 该死小鬼子了 你干吗呀 我问你 干吗呀 我怎么觉得他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怎么怪怪的 不会是喜欢上你了吗 别扯淡了 怎么会喜欢我呢 别闹了 有没有 有没有 别闹啊 你病人 真大 你干吗 你呀 行 我 蘇良哥, 蘇良哥 老郎 不好了 骚雞公带了一把二稿子摸过来了 是 骚雞公 是 我看他八成已经投靠黄蟹军了 他怎么可能当汉奸 你们都看清楚了吗 孙老公 事实在紧急 我们哪个能骗你 Clem 不不不不不 不可能 嗯 从那天到现在应该有 四个多月了吧 嗯 还有四个月一晃就过去了 就从你初船打仗 我就一直提醒吊胆的 这次我们机车团 到了山东以后碰到你们船军 嗯 我也不敢问 我特别害怕 怎么了 没想到我们这么容易就见到了 我觉得一定是上天 被我的痴心打动了 要不然 行了 行了 别多臭伤感的了 干吗呀 这不是见着了吗 想想你 在客栈逼婚那会儿 那就一个银子撒爽了 去哪 说实在的 是当时吧 我还真没打算活着回来 我现在想起来 真是挺幸运啊 一起出来的好多兄弟 都再也回不去了 我说过的 我福大命大 不会当寡妇的 不管这场国战会大多久 你都要活着回来 我跟孩子会等你的 对了 一会儿我叫做炊事班呐 炒几个好菜 然后咱们喝点酒 再把兄弟们全叫上 就算是 为咱俩补一个婚礼 你妈在 来 孙大哥 来 我介绍一下 这动作挺快啊 她刚来的女记者 立刻就被你搞下了 这个叫什么话呀 这是我夫人 夫人 扯淡 只许这弯放火 不许白星点灯 不是 你听我解释呀 都火烧没冒了 还得盘算一下怎么办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你说 有一帮二狗子 正毕竟还在站 多少人 百来好人 百来好人 孙大哥你怎么看的 干掉他 好 这样 你派伊莲先把老百姓转移了 剩下的到村口祖籍 行 就快啊 队明 义军 叶黄 你带着记者团 先转移到老乡家里 我很快回来 我知道了 走了 你小心点啊 知道了 停 弟兄们 不要打扫经浄 跟两边白负 那边偷边 让他们到下面带路 快 停电 停电 看 扫机工 这他一个人 没带二狗子吗 两个半 要不要开箱 不 好 先等会儿 这样 带两个兄弟下去看看 扫机工 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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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钱 关门 金钱 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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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的 我打 关门 金钱 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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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准备 关门 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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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云章 李云章 快抓住后面 后面 你们快来 快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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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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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八的有人打老子的黑枪 大队长 好热的 怎么回事 往这跑 来 方秦 跑这儿来干什么 醒醒 醒醒 方秦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没事就好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谁让你来的 没看出来吗 这个债子的妖门不得了啊 用技枪打破了二狗子 用他的命护制了我们俩的命 你还骂人 闭嘴 你看看是谁 方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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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不穿上这衣服 老子都忘了你是个妹子了 秦 秦 你这个妹子啊 你就是不听话 你是自己早死啊 别看老子一直瞧不起你 老子一直是心疼你啊 打仗带上个女娃 这不是我们男爷们干的事情 这回你是个爷们儿呢 你是这么快 实实在在的 做了一会儿爷们儿了 死了哥 死了哥 我 冒兄弟 孟老哥 朕舍不得 给你们分开 我这辈子啊 最幸运的事 就是遇到了你们 青蛙子 来 让着 快快快 扶上来 慢点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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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里头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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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看好了 来 快快快快 抱歉你 来 怎么样 怎么样 说话怎么样 你傻了 赶紧叫人哪 好 林院长 我在这儿 怎么了 能跟你说句话吗 有什么话就说吧 我听着呢 想单独跟你说 行吗 允香 走 走开 走开 好了 他们都走了 说吧 我 怎么了 有什么话就说吧 我听着呢 我 这身红衣服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那 我穿呢 更好看 你 你 你 好了 我叫我走了 别说傻话了 你不是说要杀鬼子吗 算是七个鬼子还没杀到呢 还等着你杀呢 你不能死 听见没有 大勇啊 不老死 大勇啊 替我活着 走 自从你来山西崩塌一年 我就 你是 你是我活到二十四岁 第一个喜欢的男人 你让我 亲爱我的下 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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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